我们能看到我的屏幕 可以是吧 行 希望大家呢 这个 我每天也是看到这个 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 这个 好像是突然之间 就是这个前几个小时 全澳洲大概有 死亡的人数大概有 好像看着我看着是12个 现在感染的大可能2700多 希望大家呢 都是这个 就是一切安全 关键呢我想呢 就是大家可以趁这个 时机呢就是说可能是在家工作 到这个时机呢 我觉得应该呢把一些的 这种金融 交易的这个基本功呢就是 这个 这个打一下更好的 这个基础 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先说一下 就是 再次感谢这个 悉尼这个公司的这个 Johnny 邀请我的就是给大家 就是从4月6号开始 每个星期一的晚上8点钟 给大家呢就是 一些特定的这些客人呢 给他们一些就是进行这些 更高级一些的这个培训 有关这些情况呢 大家到时候呢可以跟 这个高贵 这个悉尼或摩尔本公司呢 就是联系一下 时间呢是从4月6号开始 就是目前呢我们先暂定是每个星期一 每个星期的晚上 悉尼时间是8点钟到9点钟 主要呢我是可能就是想 因为呢就是 咱们礼拜四这个培训呢 就是具反映了 因为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客户的这个 这个客户的这个基础知识呢 是参差不齐 可能呢有些人觉得我讲的 就是可能有些是 可能是复杂一点 复杂一点 或者是 这样的话呢就是跟平时 他们这个 这个Gold Markets高会的几个这个交易员的话 他们的这个市场分析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分开 就是他们呢还是就是礼拜二和礼拜四 我单独呢就是看一个呢 就是我这个呢是礼拜一 希望大家呢就是有机会 尤其是有一些 呃交易经验的 或者呢就是你想更进一步的提高你的 这个交易水平的这些人呢 就是说希望就是你要愿意的话呢 咱们可以共享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呃 技术分析的这些知识 呃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前几个星期 实际上就前几次吧 应该应该今天是第三次 给大家做 呃 我一直强调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指数 前些日子我就说其他你现在不用关系 一个就是 这个黄金 一个就是指数 甚至呢就是上个星期呢 我还跟大家分析两个这个股票 一个是这个Johnson Johnson 一个是这个微软 呃就是今天呢 我本来就是预期的这个主题呢 呃预期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呃主要就是讲一下这个 这个 呃 短期交易 日内交易 跟这些日途交易的一些这个这个区别 呃 呃还有一个呢就是每次都是这样 就是说以后每个礼拜一包括这这次也都是一样 呃 大概结束之前的这个大概结束之前的这个15分钟 我跟大家呢就是共享一下就是我的这个我自己的就是观察的这这些这个货币队 就是供大家这个参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呃是不是这样可以就是这个这个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那什么的话呢 可以随时的也可以跟我或者跟这个高贵呃就是反映 跟他们反映的话高贵反映的话他们也会及时把这些有关的这些信息呢就是呃跟我回馈过来 呃我想问一下就是上个星期呃上个也是上个星期是礼拜四了这个之后大家有没有人做指数 包括德国指数包括道琼斯包括纳斯达克包括所有的这些全球的这些指数有没有人关注 另外呢就是有没有人就说具体来做 另外我想我在这个问问题的时候呢大家能呢就是能也是尽量的这个积极的这个回答我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呃我可以就是掌握就是我讲的这个这个节奏 以及呢就是说我希望尽量的让每个人呢都是都是这个短短一个小时里头呢都是有所收获 那我想问一下上次我讲完指数了以后有没有人做这个指数 指数呢反弹了近大概有百分之呃比如说德国指数吧 德国指数的话上次这个反弹最高点是多少呃1400左右 这个最低点呢大概7000多基本上反弹了大概近百分就说下跌了他百分之四十 下跌了百分之四十呢然后呢他涨了近两千天也就是涨了百分之二十 做空了澳指做空澳指出了没出了没有做美国的 我不是说只是做美国的我说其他的东西做没做 这个呢市场呢基本上就是反弹了这个百分之这个百分之基本上百分之二十 二十的话呢对于咱们来讲呢如果那那个呃有些人呢我也知道赚了大概百分之三十四五十 呃对于一般人来讲呢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抓一个百分之五到十 你知道吗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是才是比较正常的 OK那有些人说了就是密切关注但是没有下单遗憾 呃我想再跟大家就是分享这个这个这个指数 就是说你任何做一个交易的时候你永远都是不要忘记什么 这个大的画面我所有的这些大的画面都是基于是什么呢 我事先已经做出来的什么的交易的这些计划 比如说是三月十六号我实际上就是早已经把我的对于道琼斯 这个US30这个不同的叫法了道琼斯啊或者US30或者呃 等等等这些呢所有的这些指数呢我都是这个这个这个非常关注 你知道吗而且呢都是我的交易计划实际上今天是26号 我实际上所有的交易计划实际上是十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前都已经做好 OK就等着像狙击手一样什么时候抠动扳机 OK呃这个呢交易计划呢当时我是那就是大概30号左右收后 这个1月3月16号这时候做的呃然后我画的这个区域 当然注意你一定要画出一个区域区域出来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头呢 就是说呢呃实际上就是说呃该出击的时候 OK该出击的时候呢就是应该什么出击 因为你所有的这些交易的经验你都从什么地方学的呢 你都是要从什么呢你的这个这个实战中 因为你只有做了实战或者甚至就是最基本的你根据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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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的这个检查表 下单了以后你才能呢记住什么呢 记住这个这个呃 你的这个这个这个交易的图形 你知道吗你才能学到东西呃有人反应没有生意 没有生意呃如果大家反应说如果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的话就说一声 今天也是人比较多就说一声有生意 如果大家觉得有生意的话就是写着有说一声有生意就行了有生意 行谢谢如果没生意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就是你呢就是要重启一下你的这个 这个GoToWebinar甚至呢就是你要重启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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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 OK那现在就说可能有些人问经常有人问就是哎你最关你最喜欢的这个货币队 你最喜欢的这个产品有哪些 OK呃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呢都是根据我的这些的什么呢这个pattern OK就是根据我的这个检查表 根据我的这个图形的分析来做 我不管他到底是交易南非的还是墨西哥的还是波兰的什么这些货币 我不管他当然有些货币是点差比较大 但点差比较大也没关系 你只是要比如说你能要预测出什么呢 你能要预测出就说你的盈亏的比例一定要高过一定的这个比例 这样的话呢你呢就是你完全可以做 所以呢对于我来讲呢举个例子 我现在就说一下因为有些人有问题 就说问问题刚才说这个欧币都没问题 我都给大家都是一一这个解答我的分析 另外呢还一个就是说最后的时候呢 呃大家你们所有的这些货币队你们的这个股票 任何一个股票呃都可以只要是咱们MT45里边有的这些股票 你呢就是你不用告诉我你买一张买跌 然后呢我大概我争取一个大概是60秒或者一分一分半钟 给你分群出来一个这个基本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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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 OK首先呢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指数 指数呢就是比较好的最好的呢就是一个什么德国三十 OK德国三十都不错 但是德国三十呢就是更符合我的这个入市的什么的这个要点 OK入市的这个区域的这个要点 那现在有人说了刚才有人说有些人呢就是一直看一直盯 但是没有下单或者有人说没有做美国的或者有些人是做空奥制 OK嗯一般我已经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就是说 一个散户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新新闻影响了他的很多的这个这个思维方式 原因是什么呢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作长在这个全球 这个人数就是死亡人数美国的感染率 澳洲感染率全球意大利 那个那个那个西班牙 所有都在上升的这个情况下 为什么我敢做什么呢做长 很简单 英维的散户一个最最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呢 看媒体看太多 为什么呢 媒体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都是什么 这些大注意很多的还有一个媒体的这个预测 举个例子 死亡率2% 当然欧洲里边更多 可能感染率50%60%的人 人一想有澳洲2000多万人感染可能1000多万 了不得 现在才感染个2000多 包括美国现在感染这个可能将来美国可能感染个一个亿几千万 这不得了 那我就不行 我还要做空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式 你知道吗 最坏的结果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也就是说死亡率咱们已经知道了 预期被感染的人数咱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之后的这个消息还会比这个更坏吗 他现在说感染率现在是澳洲是2000年后天三千四千五千八千 预期他能感染率可能是两万三万五万还没到这个数呢 但是两万三万五万这个人数都已经估计出来了 估计出来了以后的结果已经融在价格里头了 这个就是说很多没经验的这些散户你为什么做不好的原因 首先咱不说这个基本功 先说你的这个思维 思维上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很多这个散户觉得呢 在这个市场里被两边扇嘴巴子 换消息连篇的时候 做空 结果往上走 然后反手又买涨的时候 又被下跌的时候又打掉 怎么做都不是 就相当于这个屏幕后的有人 这个这个这看着你 有些人说啊是什么broker 没人看你 没人关系你 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很多东西要提高 OK 首先那咱们说一下这个 现在的话 这个德国指数 简单说一下德国指数 它的现在周图上 已经是有一个确认 一个反转 这个反转呢 咱们国内叫什么 叫启明星 OK 但是这个反转是不是 到底还会不会反转 我呢是已经出来了 我呢已经是就是今天早晨的时候 我已经出来了 会不会往上走 OK 那我现在咱们进到日图 OK进到日图 进到日图的话 会不会往上走 咱们不是说你猜的 而是要根据他的这个什么呢 根据他的这个价格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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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期性的这个变化 怎么叫周期性的变化 大家注意 如果我现在进到这个这个线图上来看的话 这个市场都是什么呢 大家就粗看啊 因为我现在主要是给大家打好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基石 这个这个低低过前头这个低都是往下低的 然后呢 目前有一个什么反转 反转完了以后到底现在价格是破新低再往下还是继续往上 OK 你要看下一个转折点到底是是低于这个还是高于这个点 也就是说如果下一个转折点 高于 前的这个最低点的话 短期之内 还会往上分开 如果这个价格 我现在是进到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不会继续这么往下走呢 当然往下走 大家知道为什么呢 为什么继续往下走 你说了 咱一个重要的就是支持为什么地方还往下走 支持有些时候是给你看的 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支持 有些时候这个市场的惯性 守不住 因为这个市场里呢 有很多这个基金大户呢 他们都是很多都是用margin做期货 他们这些都是用杠杆做的 他你越高 他往上推的越高 越低 他往下砸的越低 为什么呢 造成市场一种这个panic sell 惊恐的这个买卖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得指 得指的 我跟大家说怎么呢 注意下一个低 如果下一个低 在这个附近 只要是在这个高以上的话 这个以上有反弹的话 你进去以后 你的最好的止损呢 射在前头这个转折点的低 比较好一些 你如果射太低了 不太好 OK 然后比如说是在一个这个道琼斯 道琼斯呢也是一样 道琼斯呢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反弹 然后周图又没反转呢 周图没有反转 大家一定要警觉这个 周图一个没反转 可能就是一个做空的人 证实他要cover什么的 他这个做空的这个position 那咱们现在进到这个这个这个日图 日图同样 OK 现在的这个点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点 为什么呢 如果下一个转折点是一个双底 或者这个底高过前头这个底的话 咱们这个地方你可以做 做完了以后 预测到一个转折点之后 举个例子 你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举个例子 咱们最基本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转折 就是什么起名性 如果这个地方有起名性转折的话 你这个地方做的话 你就是简单的画一个通道 它的趋势有可能就是短期之内 可能就是一个这么做法 就是其他的指数的话 你是要主要是跟踪住 这个这个 你只要跟踪住这个这个 咱们这块的大号呢 就是W30 只要做跟踪好这个的话呢 就实际上就是道琼斯的这个这个指数了 跟踪好这个的话呢 其他的这些指数呢 都是什么呢 差不多 OK 然后呢 就是这个呢 有些人说一下上前期的指数 我可以的一会儿再说一下 我现在先把今天的主要问题回答一下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什么 欧元对银帕 OK 欧元对银帕 看似现在是在一个 就是一个长期的中期的这个水平阻力的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你要做长的话 你这个交易你要是做长的话 很多的这个图形 你都什么呢 你都是在你的脑子里头 都在你脑子里 目前来讲 它这个图形呢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从整体来讲 咱们这个地方呢 叫Sideway Ranging 实际上是这种图形 OK 这种图形 这种图形就是Sideway Ranging的话呢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你现在进到这个周图 这个地方看的话 首先你看了这以后 你能看出一个什么来的 因为你只有从这个大的画面的时候 看的话 你才能看出 哦 这可能是一个图形 什么一个图形 有一个图形呢 大家可能 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一个叫什么呢 叫是头肩顶 或者什么呢 叫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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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头肩底 OK 这种图形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往上的一个什么呢 反转的这个图形 是一个反转这个图形 具体要怎么做来呢 比如说是咱们做的话呢 应该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 等它突破了阻力的时候 回调再做 OK 但是有对于一些有经验的人来讲呢 你也可以呢 就说比如说像以后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带着大家 就说在确认突破的时候 咱们在这个右肩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咱们也可以抓住 一个是将来抓住这个地方 同时咱们可以呢 早一步 抓住这个右肩 OK 抓住这个右肩的话 如果有时候你 这个 这个 波幅范围 甚至有些也是 这个有几千点 所以像这欧元对应办法 就是从 你日足上 草看来讲 好似要做空 你要签门消息 当你觉得好似要做空的时候 可能你就被什么 已经被伤大 你的心理上已经那什么了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 潜在的往上涨 涨的这个图形 但是在往上涨之前 突破之前 到底是有多深 多浅的回调 只好再往上 咱们不知道 咱们不知道 所以 一般来讲呢 是这样 教育计划 首先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 图形的这个 基本的这个 工 因为有图形 基本工以后 因为人人都最挣扎的是什么 不知道方向 因为你要知道方向的话 你就会找 支持和阻力 你会找支持的阻力的话 你就测量 现在的价格 离支持和阻力 有多远多近 最挣扎的就是什么 第一点就是要什么选择 OK就是选择 所以呢 对于我分析来讲 首先 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平行整理的 大概50%左右 OK 这样现在呢 你的最 稳妥的这个做法 最稳妥的做法 是什么呢 就是 首先 对于我来讲 根据图形 我现在是要 将来 是要做这个 当然大家 你可能要问了 那咱们 可能是突破的 可能性有多大 我想突破之前做 行不行 不行 你目前来讲 还没有什么呢 这个 这个技术 你有些时候 你可因为 如果你想 提前 入市的话 这种aggressive 激进做的话呢 你一定要有一个 合理的 大的止损 但是呢 很多人呢 我觉得这个止损呢 好像是 并不是说 掌握得很好 OK 所以呢 首先 你的这个呢 就是 交易的这个 未来的交易方向 我希望是一个突破 OK 未来是一个突破 然后呢 咱们要找什么呢 一般都是找什么 叫confluence 什么叫confluence 结合点越多越好 OK 目前来讲 这个价格 它是在一个 短期的三角形之内 今天我讲 本来要讲的一个题目 是什么呢 为什么 不做交易 或者暂时不做交易 是交易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像这种情况下 当这个市场 现在是在一个 什么呢 往上涨的图形 但是 是在一个 三角形的范围之内的话 比如说 有一种图形 就像这种 大家可能见过 这种图形 对不对 就像这种图形 或者叫什么 Curban handle 或者当价格在这儿的话 因为它没有一定的空间了 你无论做长 做跌都没空间 你可以说 这个地方是支持 这个地方是阻力 靠近阻力 你可以做跌 靠近支持 应该做长 但是它没有空间了 也就是盈亏的比例 不合适 这时候 你必须 就要什么呢 你必须 就是要等待 两个方向 你该等 你必须等 这就是我说的什么呢 做 不做 暂时不做交易 实际上是交易里边的什么呢 一部分 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我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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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元对英镑的这个分析 原因是什么呢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OK 然后呢 就是还有一个澳纽货币队 在1.0 遇到支持 日线上 现在走势应该是线下 OK 那咱们现在就说一下这个澳币对新西兰 OK 澳币对新西兰 OK 澳币对新西兰 现在是什么呢 应该是做跌 为什么是做跌 应该我这个地方 我曾经 对 实际上呢 这是一个叫什么呢 就是一个平行整理的像一种突破 什么叫平行整理的这个突破呢 这个地方 是一个什么呢 阻力的一个平行的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一个也是一个小的一个支持 咱们先到这个地方来讲 如果它的价格是什么呢 突破了 突破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水平支持的话 那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那咱们应该做什么呢 就所谓的就是什么的 回调 回调以后 什么呢 回调以后 在什么呢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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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空 OK 首先 首先呢就是在一个什么呢 这个支持线的 阻力线这个地方 OK 应该是向下 刚才大家 人们 问我问题就是 这个日图怎么做 OK 日图怎么做的话 实际上是这样 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两种方式 一种是什么呢 一种是这种这个激进 什么叫激进 这个的咱们中有各种叫法 叫ring high 叫国内叫黄昏星 等等这些 从这个地方来讲 是前六天以来的第一次的什么呢 这个突破 第一次的反转 不是突破 在这个阻力线以下 看似今天应该做 但是 我现在呢 跟大家说一种保守的这个做法 保守的做法 你等下一个转折再做 这是第一个转折 你等明天 举个例子 是这种转折 这个地方进 或者你等下一个第二个转折之后 你这样的话 你做的话呢 你就更保险一些 也就是说 我的预测的转折点 大概就是也是在这个附近吧 也是在这个水平的这个这个阻力的这个 这个附近 大概是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入市点在这个地方做的话 你最好把你的止损 什么呢 止损搁在这个地方是稍微什么的 稍微好一些 就是说止损搁在 我一般的经常有些是什么的 搁在这个前一个高以上的 比如说10加一个点差 这个地方 这样比较好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话 他很有可能给你打出去 你如果止损近的话 无论你的止损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的止损在这个区域的话 一般止损的话 咱们设在什么转折点的高 或者转折点低 如果你设在转折点高的话 很容易给你打进去 所以大家把我用手机 把我这个图形里拍一下 等到下一个这个reversal 然后在这个区域 如果下一个转折点的这个高 没有高过这个高的话 你把你的止损点设在这个高 因为如果你现在做这个的话 你止损点要设在前一个高的话 你的距离呢太远 太远的话 可能有些人的这个 可能你的就是账户率钱不够的话 有可能就是说你的这个 这个风险的百分比稍微高一些 OK 这个的话你就随时什么呢 一定要养好什么呢 养成养好什么呢 把图形图形保存好 也就是说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我是把我的就是每个星期的 每个星期我都有什么呢 自己的这些的这些交易计划 有多有少 有多有少 但是呢我这些呢都是什么呢 都是预测 比如像这种 欧元 欧元对英镑 我的预测是3月6号做的 3月6号欧元对英镑 3月6号 这应该是 刚才我看了这欧元对英镑 3月6号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的这个位置 大概的位置 这儿呢欧元对英镑 3月6号的左右 我应该是在什么呢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3月6号 3月6 我的分析 箭头 区域 大概一个区域 就做着 所以呢 就是说 我我只是说给大家就是 这个提供一些的这种参考 但是呢 我的给你这种参考的 我相信呢 对你的 教育所教育这个方向呢 会有很大的这个什么呢 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OK 再有一个 有些人问 就是说 你的如果你的open position 放在哪里呢 值存点盈利点怎么设置 怎么分析出来的 这个仓位怎么控制 实际上是这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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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市场上 比如说是趋势里头 都是这么做的 OK 一般来讲 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如果你是要做一个 比如说上升趋势的话 你的入市点 你的入市点 你必须 设在什么地方呢 举个例子 像这个黄金 你的这个入市点 你必须要设在什么呢 买涨的话 前头的价格最高 OK 大家注意 注意这个价格的走势 每一个的高 第一个前头最高 说明什么呢 麦克林控制 你的入市点 一定要在前头这个价格的高 作为一个入市 你不能绝对不能是 对于我来讲 你绝对不能是市场家入市 除非他已经破了高了 你追几个点 没问题 OK 这是一个入市 做掌 前头最高 一般呢 我是五加一个点差 做空 我是前头这个低 一般呢 我个人呢 是五加一个点差 止损 止损的话 是转折点的低 这个的转折点低也行 或者前头这转折点也行 低的也行 这就是怎么设止损 OK 新闻上说 以后失业率会提高 很多人觉得 澳市会跌 我是这么讲 对于这个澳的这个 这个这个指数 OK 咱们呢 都是按什么 你的分析 你看到的做 你不能按你什么 想到的去做 我澳指 澳币 我都是 这个 这个SS200 道琼斯 纳斯达克 德国指数 我都是什么呢 上个星期做的 现在这个价格 现在怎么办 现在是往上走 往下走 OK 现在是在 他很有可能 还继续创新低 但是创得了新低 创不了新低 就是说 我只是说最近的这个低 低过这个低 到底是怎么走 我根本不管 我现在已经出来 然后我现在关注 什么呢 最近几天 如果这个地方有反转的话 举个例子 他的反转是这么反转的话 也就是说 以前这个低 低过墙的这个低 当现在成为 这个低 高过这个低的话 我会这个地方 还会入市 你可能用 各种入市方式 你可以找锤头也行 这个叫Pinbar也行 或者叫这个Lotus吧 什么各种名字 对不对 这种是一个比较 就是主要的一个 一个反转的一个价格行为 但是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其中 我想的就是 以后礼拜一的时候 对这些 这些 高级的这些客人呢 就是说 我想的给他们具体来 进行这个 这个 这个说一下 因为咱们的也是 这个时间有限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也就是说 现在等到这个价格的什么呢 下一个这个反转 下一个反转以后 你反转点 确认了以后 随大家 你的止损 你的止损在这个地方也可以 这地方也可以 但是我个人 我会在这个地方 以防市场的 无规则的什么 有些波动 OK 这个市场 它很有可能 现在市场已经整体跌了35% 36% 有些的指数跌了38% 它很有可能 它会狠狠的再给你什么呢 砸下去 失业率 人人都知道 说11% 12% 对不对 人人都知道 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你要知道 是不是人人都知道 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OK 这个呢 也就是说 对于你将来 你追着这个新闻去做的话呢 你要用一下什么 自己的这个 这个脑筋一下 OK 现在说一下每家 OK 美元对家园 美元对家园呢 美元对家园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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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般还要参考哪些东西呢 就是美元对家园 一般来讲呢 它跟石油 就是走得很紧 因为呢 加拿大呢 生产石油 OK 加拿大是生产石油 如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是家园涨的话 如果家园涨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石油会涨 如果家园跌的话 那就什么呢 石油会跌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呢 我们叫什么 correlation 就是相关性 也就是说 如果是美元 对家园涨的话 说明人家买美元 做空家园 如果家园低的话 WTI 咱们这个地方 另外的一个号码 就是叫 这个 叫什么的 IOS 还叫 一会儿我看一下 这个呢 石油呢 就是应该是跌 OK 所以你可以简单的 从这个颜色上 就可以分析出来 现在这颜色 现在前几天 这都是跌的 那我看一下 这个石油 前几天呢 那都是什么呢 应该是 哪呢 这个石油 这儿呢 这个石油呢 前几天呢 应该是涨的 这一期间 前四个星期 都是跌的 然后家园都是涨 所以呢 就是说 当你在做家园的时候呢 你呢 也可以什么 分析一下什么呢 咱们这已经有两个 有两个那什么了 有两个家园了 那我取消一个 你呢 也可以就是 参考一下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石油的 这个走势 那咱们就说 如果是 单独分析 这个家园的话 那咱们怎么来分析 周图 线图 或者月图也行 咱们现在能看到什么呢 1998年 OK 首先我为什么 我看这个图形 我干嘛看 我看它干嘛 主要要找 关键的什么 转折点 也就是说 市场里呢 它有 当你画线的时候呢 你可以画出 我们一个的 叫是hard 这个阻力 或者支持 一个叫soft 一个强的 一个弱的 强的是 从什么地方来 强的 都是从 周图上来 弱的从 什么地方来 你在日线图里 画的这些 转折点的 这些小地方 都是一个弱的 但是很多人 都习惯于什么呢 画弱的 当你画了弱的 这些转折点的时候 说实话 你一个图里 可能有几十条 上百条 这个水平线 或者这个斜线 这样的话呢 你就什么呢 你这话呢 你就会比较糊涂 因为你每一个 入市点周围 要不然就是阻力 要不然就是支持 你最后就是说 看这个价格 按你的预期的 在那一块 什么呢 按你的预期的方向 在那一块走 但是你什么呢 你没什么呢 就是你没有机会做 你只有什么呢 看的 比如说现在这个家园 目前 从什么地方来看 周图 周图里现在 是在一个阻力 首先你要先决定 一个什么呢 先不做长 目前先不做长 什么情况做长 你可以做长 但是是有条件的 这种情况下 你才做长 那现在就说 那我不做长 那现在有没有机会做空 有机会做空 但是不是说 你现在上来就做空 咱们要具体来分析 哪一种方法来进行做空 首先 进到这个地方 OK 咱们先进到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 他现在这个地方 在阻力这个地方 有几个转折 一个是这个 这个什么叫 国内咱们叫 黄昏星 这个叫什么呢 这种叫双母子线 OK 这种叫双母子线 双母子线的这种突破 双母子线本身是一个无趋势 为什么呢 他所有的高都低过前头这高 这个低 低过前头这个低 等于一个什么 对等三角形 这是属于一个没趋势 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为有趋势 已经突破 前头这个低的话 那按理说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时机做空了 对不对 但是 OK 如果是这种的话呢 就是说 大家注意 如果他是这种的转折的话呢 我觉得他这个转折的力度 什么呢 我觉得不够 OK 我觉得力度呢 这个不够 另外呢 就是说呢 就是我一定要什么一个这个转折 我最希望是一个什么呢 我跟大家说一种 有个有个词叫什么假突破 什么叫假突破 突破了以后 第二个下来 这种是什么的 有欺骗性的 也就是说 你很多人我相信在这市场里呢 被被这个市场的假签 就是这个受过骗 图形里的这个骗局 受过骗 也就是说你同一天晚上你的分析 到第二天早晨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跟你完全这思路不一样 说明了就是你呢 就是已经被这个市场的假象牵着鼻子走 OK 怎么不被牵着鼻子走 就是要什么呢 识破里这个市场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假象 假象 我想呢就是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我就说了 因为时间关系 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我就是准备就是 四月份的 每个星期一 这个晚上 呃 这个 这个晚上 八点到九点 这个单 单开课的这时候呢 跟有关的这些 这些的 高级的这些 这些客人呢 就是呢 具体我讲一次 来具体一个 怎么来使食品 OK 所以呢 像这种的话呢 呃 你现在 你可以暂时 在这个地方可以做空 但是 是什么呢 你一定要一个什么呢 一定要标识住什么呢 一般我都是直接标识住一个什么呢 叫SPA 什么叫SPA 就是简称叫什么 叫strong price action OK 就是强的这个价格行为 OK 强的价格行为 有有几种很多 但是我现在跟大家就说 在这个区域 你呢 可以找一些强的这个 强的这个价格行 然后呢 另外的 我想说一下 什么呢 这个这个石油 OK 想说一下这个石油 有些呢 最近都是比较黄金啊 石油啊 等等等等 这些 石油呢 看似已经是什么呢 看似已经是什么呢 非常低 OK 看似已经是非常低 然后呢 它的现在 石油的 现在的 这个位置来讲呢 我认为 它有可能 还会进一步的 什么呢 走低 OK 这个是以前的 这个支持附近 这个是一个支持的 这个以前的 这个支持的位置 现在已经是 突破这个支持 虽然短期 有一个非常非常弱的 现在这个反弹 但是我认为 它短期 OK 我认为 它还会 什么继续往下地 因为它现在阻力线一下 对于 我想问一下 咱们这里块 有没有做 有人做石油的 有没有 如果要有的话 那大家就是 就是说 说一下 我想呢 就花一点时间 跟大家这个石油 跟大家说 来 来怎么做 这个呢 我跟大家说的 这些都是 一般性的建议 我只是 逐于 education的 这个呢 就是 这个 我本来呢 就是 我本来呢 也是 三月份 哎 就跟大家聊几句吧 就是说 三月份呢 也本来去 就是去美国那边 给他们讲 这个 就是三月份 就是给他们 美国有几大公司呢 给他们讲一下 这个基础分析 怎么就防止做圈套 然后呢 这些呢 这个 这个 这广告呢 都已经 做好了 广告呢 都已经 这个 我给大家 这看一下 这个 广告呢 都是 我给大家 看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是 我看一下 OK 这个的话呢 都是 比如说是这种 这个的 世代广场 他们的这个 广告对应做好了 这是 已经宣传了几次了 但是已经停了 不是停了 就取消了 这个呢 就是 世代广场 那个白天 他们可能出了 这个 几十万美金吧 先做 先做这个广告 上这个呢 是12号 登出来的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一个 这是白天 还有一个是晚上 因为飞机都不行了吗 现在 飞机澳航也是 最后一班 也都差不多停了 OK 所以呢 就是这个呢 价格行为的时候 就说 我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做 因为有不少人做这个石油 或者布伦特 或者这个 这个 WTI都可以 石油 我跟大家说怎么做 仅供参考 OK 你在这个区域 你可以做空 举个例子啊 你的入市 我 如果我做的话啊 我的这个入市 OK 我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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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市的话呢 就是 五加一个点差 在前头的这个低 一定要是在前头这个低 五加一个点差 OK 这是一个必须 你这么做 你不能太近 一个点以下 它可能就是一个 spiking 就是 市场可能 就是这无方向的 可能给你打进去了 然后给你往上反弹走 OK 相反方向 你这个地方做 然后 我跟大家说 你止损在什么地方 你止损 你不能任意设一个 20点 30点 40点 50点 你的止损 我建议大家 你设在前头的这个 十加点差 入市是 是什么呢 五加一个点差 你入市 出市 就是止损 是十加一个点差 这是 我一般做 我都是这么做 稍微一定要什么呢 拉大一点 以防 你的方向做的对 但是什么呢 你被暂时 可能什么 你会被暂时的这个 这个打出来 但是如果 举个例子 你没有达到你的目标 那有人刚才说了 有些人 很多人觉得 石油可以重层抄底 是多年来的低位 不知道是了 除了通货膨胀 石油价格 咱们不猜 你只是回答 现在这个价格 是不是在这个阻力线以下 OK 你无论说创新低 什么都行 OK 创新低 有可能是 不会再低了 或者等等 这些都是猜的 OK 什么时候做涨 我跟大家说 交易计划 我现在很快 给大家列出来 这是做涨 很简单 你不用想这么多 你按你的看的去做 你不要按你想的去做 OK 这个呢 就是一个石油的一个什么的 这个 但是目前今天来讲 或者这几天来讲 只要是价格市载 什么的 水平线以下 只要是你的入市在前头这个股价 点出这个低 止损是前头我们叫swing high 前头这个高以上的话 如果万一 你万一没有达到你目标 止损出去的 没问题 如果它是止损出去在这个地方的 在这个地方 你反手做涨 可能这个地方 你可能抄了一个什么 抄了一个低 OK 所以呢 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做 你才能会记住这个图形 你知道吗 中国的50 我看咱们这块 有没有中国的这个50 OK A50 我看看 我实在不行 我得MT5 中国50 OK 50 先 你看 我的这个默认在这个地方 OK 默认实际上是这个地方 50的话 先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粗看 这是一个水平的阻力 区域 水平区域 这个地方 很简单 是一个支持区域 进到日图 OK 把这个图形稍微调整一下 在这个地方 不要追着现在这个价格 在这个地方 OK 现在的这个区域 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短期的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是一个阻力 中期的一个阻力吧 中期的阻力 我现在给画到这个地方 他老洞 他老洞 他又接受这个问题 OK 这是中期的他一个什么呢 中期的一个阻力 现在我跟大家怎么做 现在的价格是在水平线的周围 我不能说是阻力还是支持 我只能说他现在是在一个这个周围 OK 是在一个周围 从目前我来看的话 咱们要分析一下这个图形 他这个图形是一个什么图形 图中图 首先呢 他又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什么呢 平行的这个 大概是这个通道 OK 这个通道 如果大家学会一些 用一些黄金分割的话 黄金分割的话呢 你能看出呢 他的这个 这个黄金分割的有几个什么呢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要点 大家呢 你可以 你自己 你也可以就是 比如说是YouTube上 你可以找一下 找一下这些 这个黄金分割的 怎么来用 但是很多人知道 这黄金分割 但是呢 他呢 不太会什么呢 不太会用 OK 不太会用 我现在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下 黄金分割的话 一般我们主要是找这个反弹点 反弹点 一般呢 是呢 这目前来讲呢 这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图中图 我刚才不说了吗 如果从这样的分析的话呢 这个区域呢 是50%跟618%之间这个区域 也就是说呢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啊 这个市场的话 他有可能是这样 我先把这图做起来 咱们下一次看 我说的对不对 OK 如果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反弹的话 反弹 价格性有几种 垂头 还有一种呢 叫什么 engolfing bar 就是包围 bar 有还有叫双轨 这个呢 就是什么呢 这叫双轨 等等等等 如果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强烈反弹的话 他的下一个目标价呢 应该呢 是在什么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并不一定说什么的 我是说做空 但是你的目标 大概呢 是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区域 我要一定要看他 是不是什么呢 是一个有效的突破这个水平 如果一个有效突破水平的话 下一个的什么呢 目标 要么是这么走 要么是斜着走 因为我不知道他怎么走 我不知道他的角度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 他下一个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 有可能是在什么 这个区域 所以呢 我现在先把这个图形 我先给他什么呢 先这个 先存起来 OK 存起来 但是我认为 中国的这个50 从这个来讲呢 我认为 他还会往上 往上呢 就是这个 有一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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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惯性 OK 这个 OK 这个有些人就说 黄金这个 这种的这个点查 大家可以这个 网上找 黄金的点查呢 各个平台都是 呃 点查都很高 都是 我看咱们这个点查 XAU XAU 咱们这个点查 这个是 其他平台点查 我其他平台 做的话 点查的话 都是那个 那个30多 40多 还有50的 咱们这个应该要看看 这是XAU 在什么地方 XAU 18 这算低的了 呃 昨天的都是 呃 500 不是咱们这个啊 因为我昨天 没没看咱们这个 高会的这个 昨天的其他公司 这都是四百五百 都都是这样 你可以找这个新闻 你可以找这个新闻 为什么就是这 一个呢 就是说 各种 各种谣传 各种谣传 一个呢 就是说 呃 黄金的波动性呢 是非常大 OK 黄金的这个 这个波动性呢 是非常大 然后呢 是很多人呢 都是什么呢 不愿意做这个 这个或者这个黄金 然后呢 造成呢 是买卖盘 之前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差 呃 这个差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差距 这个增加 你知道 差距增加 所以呢 就是这个点差 那什么 有各种原因 大家都可以网上 你 你都是可以呢 你网上看 但是 黄金来讲呢 就是说 我的 我不知道上个星期 跟大家分析没分析 这个呢 都是可以用什么呢 黄金分割 在这个水平线左右 百分之六一八左右 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八天以来的第一次这个反转 OK 八天以来的 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叫什么 engulfing吧 就是上升包围吧的这个反转 所以呢 技术来讲 就是说 大家细节的东西 一定要注意看 就是说 决定了 这是我一个 你的买入的这个区域了以后 那你 到底你怎么样来入市 一定要注意 现在谁控制这个市场之后 然后只要买的人控制这个市场 你马上就记 OK 所以呢 那这黄金的有可能 有可能我觉得这个黄金的我只是个人分析啊 个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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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任何的投资建议 下一个的阻力点有可能是什么呢 1780左右 1780左右 所以呢 大家的一个给大家供值一个参考 下一个入市点的话 也就是在现在附近 如果要一个强的一个转势的话 为什么说强的转势 我为什么不说一个普通的转势 因为如果有强的转势的话呢 你的止损点设在这 你弱的转势可不可以做 完全可以做 但是你最好 你的止损 拉大一点 甚至你大的话 那可能你就说了 这大的话一下好家伙 一下 一下得得个 这个几百美元 一百多美金 那你没办法 那你没办法 那你说那有什么办法 我刚才说了 你找强的入市 你一定要就是一种 稳妥的让市场的有一个呼吸的一个范围的一个交易的做法 再有一个呢 是一个什么比较紧的 但是呢 就是入市的这种方式来讲呢 就是比较就是强一些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个黄金呢 我认为啊 如果近期 这两天 包括今天晚上 这几天 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强的反转的话 我认为它有可能的 失存点呢 就大家自己掌握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都是在转折的这个低 OK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可能是GDPUSD 我想呢 就是大家说的可能是指英镑 OK 英镑对美元 英镑对美元的话呢 它是在 短期来讲英镑对美元的话呢 它是在一个什么地方的 就是说 大家很有可能就是 那我这个 这个英镑我到底是 英镑我到底 那我是不应该做空了 现在这个地方 你看你画了一个水平线 那应该做空了 不是 再展开一点 再展开一点 这时候你要再展开的话 你就可以发觉到 什么呢 什么呢 如果你画一条这种的线的话 它就是在一个支持地方 这个翻转 OK 斜的地方支持的翻转 所以现在这个 一般人家比较矛盾 现在的价格是在一个水平的阻力 和斜的支持这个区域 哎 我怎么做 我怎么做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 不做 是做的一部分 你现在就画两个箭头 很简单 你只是要再等 24个小时 48小时 如果是突破这个的话 做涨 我现在周图 如果是什么呢 突破底下 这个就是做空 就这么简单 现在这个短期 如果你做空的话 盈利点不够 如果你做涨的话 这是一个阻力 也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交易计划 这个交易计划呢 也是什么呢 同时呢 也是这个 我这周的 这个交易计划的 什么一部分 OK 黄金呢 刚才我已经说了 然后呢 我给大家就是 看一下我这个星期 一些关注的 关注的一些这个货币队 大家用手机 由于时间关系呢 你拍一下 拍一下就行了 这个呢 是美国的这个指数 50 我看看有没有人说 问这个 OK 有时间分享 WBC 那行 为了 我想快速看一下 这个呢 是 这个样子 这是石油 石油 这地方做空 突破以后做涨 日元 日元 这个地方 现在今天没有时间 分析日元 OK 英镑对澳币 这个位置 OK 英镑对澳币 只是大家到时候 照着我回家以后 照着我这个图画一下 欧元对英镑 是这个样子 欧元对瑞士法郎 原底 是要潜在的 要做涨 中国的这个50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它可能还会继续往上走 这个是一个目标 澳币对新西兰 这个地方 等第二个转折点 做空 美元就这些 先不用管了 这个 这个 其他指数先不用管 那我现在给大家分析一下 刚才我可能 我已经错过了 有个人问 问我 就是这个 这个 WBC OK Westpac Westpac是跌的很惨 WBC OK WBC 那咱们看一下 我看有没有人问我 WBC 时间关系的话 那就是这个是最后一个 OK WBC的话 首先 那咱们是什么周图 OK 周图来分析一下 但是有个问题 我现在我看不了这么多 因为他的现在这个画面 只是 只能看到这个地方 只能看到这个地方 那我跟大家说 因为我现在这图 我实在有点 这图是有点乱 我只能看到2018年 不够 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 也就是说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来做吧 具体来怎么来做 OK 怎么来做 注意大家 这个他的周期性 每一个低都 破钱到这个低 你绝对 你买涨可以 你必须当天就出 你必须或者第二天 开盘以后马上就出 OK 那你什么时候 你可以流长 你必须要有这种节奏 下一个低 高过前度这个低 你下一个低做 你现在如果的不断创新低的话 你不要接 从上头掉下来这个刀子 OK 行 这个呢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WBC 现在先什么呢 先不动它 先不动它 然后等下一个转折点 如果下一个转折点 是一个高过前的这个低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再做 那行 那这个大家有什么 因为我呢 也是要追求你女儿 而且我女儿今天打工 那个 那行 那咱们就到这个地方 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 有些意见的话 无论好坏的意见呢 都跟咱们高贵的客户服务呢 还有这个悉尼公司 摩尔满公司呢 都是反映一下 也呢 也是提高一下我自己 那行 那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这个要注意这个安全 那行 那谢谢大家 那咱们就是4月6号 4月6号星期一 然后呢 咱们到处再见 好 谢谢大家